权杖跟王权保囚 不过现在南非的民众有意见 呼吁英国要归还王冠上的宝石 怎么回事要交给慧云 好 没有错 事实上这个明天呢 就是英国王室的 非常重大的一个加冕仪式 这个是查尔斯三世的加冕仪式 那他成为呢 其实是登基加冕的 最年长的君主 但尽管如此呢 这场典礼还是相当的盛大的 不过就在典礼举办的浅戏 由于呢 他到时候会被加冕戴上一个皇冠 那这这皇冠上面的宝石 似乎有一点争议 因为这一颗宝石呢 过去是由南非这边开采出来的 非洲之心切割而成的 那这颗钻石呢 是因为非常的大 所以他其实总共是切成了九大块 那这当中呢 有一个最重的是500多克拉的 它是镶嵌在这个皇冠的 皇权的手杖上 那么另外呢 还有就是有一颗是300多克拉的 是镶嵌在这个宝石皇冠上面 所以现在呢 南非这边有一名律师 他就要求联署说 英国应该要归还这些 来自于南非的钻石 那其实呢 这个是有一点关于 过去的殖民历史的 他说如果现在英国真的要 彻底的去殖民化 那过去呢 在英国王室这边 饱受争议的这些宝石啊 还有非常珍贵的饰品 是不是也应该要都误归原主 不过事实上 这样子的争议呢 是几乎每一次 皇室有非常盛大的典礼的时候 都会被拿出来抨击 那不止像是有南非的宝石 像是印度的宝石呢 也曾经被拿出来 就说女王应该要来归还 这些珍珠珍宝 那么事实上 英国王室每一次 都会面临这样的争议 但是现在这个南非的律师 他宣称是已经获得了 8000多人的联署 好 我们接着把镜头 再拉回台湾 中国大陆真的可能对台动武吗 这是在台湾社会 满场讨论的话题 不过最近川普时期的 前美国国安顾问 又再次警告 他认为习近平很可能 在这一到两年之内 就会武力侵台 继续请教慧云 他是以什么样为依据提出的呢 好 要看到这个是 前美国国安顾问 欧布莱恩的发言 事实上欧布莱恩最近 有一直不断的针对两岸议题 提出他自己的看法 那么现在他是接受了 日本的独卖新闻 他的线上专访 表示说他认为 中共武力侵台的这个时间 可能已经缩短压缩到 一到两年之内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景象 他表示说过去 美军司令戴维森 他有说过 他认为 中国大陆武力犯台的时间轴 是定在2027年 那当时提出的时候 是2021年 所以认为还有六年的时间 但是欧布莱恩就说 他认为现在这个时间 可能已经压缩到 一到两年之内的 他呼吁说 美国跟日本 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不断强化台湾的防御力 防御力 让中国大陆认为说 这件事情是有风险 是完全不可行的 要来逼中国大陆 放弃武力犯台的 这样子的野心 不过呢 吴布莱恩之前来过台湾 那么在三月底的时候 他也说过 应该要教导台湾全民 要如何使用步枪 那此话一出呢 确实在朝野都引发了 很大的争议 不过他本人呢 也一再澄清说 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要传达一个意识 是要强化全民台湾的防卫意识 好 谢谢惠元 带我们掌握更多的国际讯息 好 除了台湾之外 乌克兰跟俄罗斯 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 乌克兰反攻的序曲吗 因为最近俄罗斯境内 常常被攻击 俄国又有第三座的除油槽 遭到轰炸起火 瓦格纳领袖也研判说 是乌克兰大反攻已经开始 远远看到一团火球 俄罗斯境内又有除油槽起火 到了白天 消防员还在灌水 一个星期内 三座俄罗斯除油槽失火 疑似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 要斩断俄军黑海舰队的后勤补给 为反攻做准备 瓦格纳领袖周三表示 乌军已经展开反攻 未来几天就有可能进入活跃阶段 而贵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下令赫尔松宵禁 可能和反攻准备有关系 反攻需要军援 泽伦斯基跑到芬兰找北欧五国药 同一天克里姆林宫上空 无人机爆炸 谁吓了手 众说纷纭 还有人猜是俄罗斯国内激进团体 为了警告父亲 专家认为无人机不太可能 从乌克兰飞到莫斯科 毕竟最短直线距离450公里 一路上都有可能被防空系统拦截 DBS新闻众后报道 好我们持续带您做更深入的分析 今天线上邀请到对谈的是 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 王志胜 秘书长好 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秘书长我们刚刚看到报道 确实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到底是谁用无人机空袭 克里姆林宫的呢 很多人说有可能是俄罗斯 自导自演 那您认为这样的成分高不高呢 是没有错 就是说事实上不止克里姆林宫 过去一个礼拜 我们上礼拜在这个对谈的时候 也提到了 就说俄罗斯也传出消息 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 要到这个 这个俄罗斯周边的这个工厂 然后普丁要去袭击 这个巡视的时候 要进行所谓的无人机斩首 过去这个一个礼拜 从俄罗斯传出来的 所谓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 包括了克里姆林宫 包括莫斯科 包括周边 甚至在包括这个乌东边缘的 油库的等等 大概有四到五起 这个莫斯科的说法 全部都是由乌克兰的无人机 所这个袭击 不过看起来 这个礼拜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我个人也认为 自导自演的成分 远远大于这个乌克兰无人机 真正袭击的成分 我们就拿克里姆林宫这个案 这个案子来看好 你从乌克兰的边境 到这个莫斯科 至少是大概差不多500公里左右的距离 想一想一个无人机要通过这么大的一个距离 然后如入无人之境的进入到莫斯科 再进入到莫斯科最核心的克里姆林宫上方 想要来进行攻击 其实这个东西光用想就觉得是匪夷所思 这个会让人怀疑说 莫斯科的空房真的有这么薄弱吗 所以看起来自导自演的成分比较多 接着就要问说 为什么在这个时时时刻 莫斯科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当然是要把这个所谓袭击或攻击的责任 转嫁给乌克兰 作为莫斯科可以未来进一步 对乌克兰持续战争行为的理由 当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 是攻击莫斯科的本土的时候 双方就进入到所谓的战争状态 而这个状态给予莫斯科 更多的理由说 要让这场俄乌战争持续的进行下去 第二个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5月9号 莫斯科要进行所谓的红场大阅兵 我相信普京很需要一个 能够凝聚国内所谓的 反乌的这样的情绪 凝聚这种爱国的情绪 透过这种所谓乌克兰攻击莫斯科 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 这个俄罗斯的做法 或许有助于他下个礼拜 红场大阅兵的时候 的一种士气的凝聚 所以看起来 这个自导自演的成分 可能更大于真实的 所谓乌克兰的无人机 来袭击莫斯科 或袭击俄罗斯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好 但确实已经受到气味了 就是乌俄双方现在攻防 是越来越激烈了 不过我们也看到 泽伦斯基最近有一些欧洲的行程 他去了芬兰 接下来说也要访问德国 这个消息是先被德国媒体给披露 接着德国警方就直接泄露了相关的细节 我们要继续请教秘书长 您认为泽伦斯基会因为维安取消行程吗 还是会为了争取德国的武器 坚持前往 好 这也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确实 泽伦斯基在这个恶务战争之后 出国的行程 包括刚刚主播所提到 像芬兰这样的行程 或者是之前去 其他的国家的行程 基本上都是到了 泽伦斯基到了这个当地国家 不管是芬兰也好 或法国也好 才有相关的新闻或照片的发布 也就是说对于他的人身安全 跟行程的保固 是非常非常的谨慎的 因为总是会担心 泽伦斯基的出访 会不会造成俄罗斯 相关的潜在势力 进行暗杀或斩首的行为 所以其实这一次 德国的相关媒体 把泽伦斯基的行程 被泄露出来 而且这个行程不只是只有行程 包括了时间 包括了饭店 包括了路线等等 看起来有点巨细迷语 确实让人觉得比较惊恐一点 这是第一个部分 这也才会有这个讨论说 那泽伦斯基到底要不要去 接下来我个人认为 泽伦斯基还是会去 只是说刚刚前面的这一切 包括时间 包括饭店 包括相关为安措施 或者是行程的变化 我认为在这个 还没有去之前 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但是泽伦斯基还是得去德国 原因在于什么 原因在于确实则是需要德国的 更进一步的支持 为什么需要德国更进一步的支持 也主要在于几个 第一个是乌克兰 我们都知道在俄国战争 持续一年多的过程当中 需要大量的后勤武器的支援 这些武器虽然英国也好 波兰也好 其他国家陆陆续续 源源不绝的提供 但是毕竟德国作为 欧陆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有德国的进一步的 不管是武器或者是相关后备物资的支持 这个对俄乌战争 乌克兰能够持续下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原因是 泽伦斯基从上一次出访德国 已经是在俄乌战前的2022年 也是二月的时候的慕尼克会议了 所以等于俄乌战后 泽伦斯基还没有去过德国 他如果能够跟肖茲碰面 有进一步展现出 俄乌之间的连结的话 当然对于接下来要进一步的凝聚 对抗俄罗斯的这种延长战线 是有帮助的 第三个我们也知道说 事实上不管中国也好 法国也好 其实在努力的促成俄乌上谈判桌 我相信 泽伦斯基在这个时候 各方的压力是很大的 他如果能够寻求德国的支持 他等于进一步寻求了 在整个欧盟国家当中 另外一股力量的一个立体 这个或许对于他未来真的要 坐上谈判桌的时候 他后面会有除了美国 英国之外 以德国为首的这些欧陆国家 进一步的这种立体 这个对于泽伦斯基下一步要跟 如果要跟俄罗斯进行谈判 也会有更大的帮助 所以我个人认为 即便是这个行程有泄露的重划 可是略作调整跟重新的安排之后 泽伦斯基还是会出榜德国 来达到整个德乌之间 共同对抗俄罗斯的最大的一个目标 好 谢谢秘书长的详尽分析 休息一下回来看到艺人黄豪平 去评东坐计程车 却和杀死车发生了严重碰撞 另外布满围婷被拖掉 怀疑是邻居检举 男子是拿铝棒砸人家的大门 更多的焦点马上回来 我是向杰如 在剧中